接著來看這一位是全台灣唯一的魔術皮鑑師 靠著手工皮鑑跟魔術教學 不到30歲 每個月賺近5萬塊 東森財經台的朋友們 我這裡手邊有一副撲克牌 我要在一秒鐘之內找出4張A型 一秒邊出4個A 手法俐落 渾身充滿魔力 很難想像這一雙變魔術戲法的手 居然也能打造出精巧的手工皮鑑 29歲 陳雅沛 大家叫他魔術皮鑑師 高二玩魔術到現在 13年自立 堪稱魔術界祖師野級的人物 像是魔術師郭伯承 和美女魔術師陳彬茜都是他的徒弟 陳雅沛把打造魔術道具的創意 巧妙運用在各式各樣的皮鑑 就可能故意看個零錢包 就說可不可以變個硬幣魔術啊 身上穿的皮製工作圍裙帥氣有形 而這一個充滿印第安風情的皮夾 是用了馬臀皮拼貼小牛皮 陳雅沛教魔術之餘 就到西門町百創意市集 每個月的收入有5萬塊 像這種顏色的牛皮用久會變身 像這樣 魔術跟皮鑑的結合聽起來似乎不搭 化學系畢業的陳雅沛人生很跳痛 為了圓魔術夢過了好幾年 每個月只有幾千塊收入的生活 家人一開始都搖頭 鄰居都會覺得說 你兒子在台北做魔術 怎麼不去找個震盪工作 公務員不錯啊 對 如今陳雅沛一手變戲法 一手磨皮劍施展雙面魔法 走出自己的路 東森財經新聞葉響龍 鄭彥龍 台北報導